而为了让太鲁阁族传统乐舞文化也能够向下扎根 秀林乡公所开办了乐舞人才培训班 并且邀请部落齐老和乐舞工作者 共计28名族人参与了这场活动 学员们大部分是年轻的族人 乡长王梅归也希望透过课程的安排 把祖先的传统乐舞文化传扬下去 花莲县秀林乡109年 太鲁阁族乐舞人才培训班 并且开始进行授课 秀林乡公所也安排每个星期六的一天来进行授课 希望把传统歌谣和传统舞蹈 藉由精心的安排能够把太鲁阁族的文化能够向下扎根 这次有28位学员参加 大部分崛起的学员都是年轻一代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重视自己的文化 我们很谢谢秀林乡长在推广的路上 在推广这个传统乐舞上面扎好非常的扎实 也做了许多的传承的工作 那今年很特别的是 我们想要把这个太鲁阁族最传统的 到底老人家怎么留下来给我们 到底我们田野调查之后的 这些太鲁阁族最原始的一个唱跟跳法 怎么样去让部落的人来 来晓得来如何来传唱 希望借着这个培训让秀林乡由我们来做起 那秀林乡这边是太鲁阁族最大的一个乡镇 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传承的这个工作 有传承的责任 等于是说我们被文化的责任 这次呢很特别的是我们这次遭受的学员有28名 所以大家部落的人非常的踊跃 那希望透过这个十个礼拜六 十周的礼拜六呢 那我们希望将这个德鲁古最传统的这个精神 最传统的这个 他的所谓的一个唱法跟跳法 能够让族人来学习 那甚至呢能够在部落里面 能够慢慢的去影响这个部落 影响族人 甚至慢慢的去带这些部落的族人 能够让他们来了解 让他们来学习我们自己最传统的乐舞 那所以我们今年办 那明年呢我们还会办 那我们慢慢的努力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 泰鲁古最传统的这些精神 给他发扬出来 所以让我们的族人 能够代代相传 这也是我们这次计划的目的 匈云香我们可以表示 匈云香泰鲁古族的族人们 约有一万多人 族人聚集在部落里可以说是相当临密 而这次公所开班课程 为了就是把最传统的歌声和舞蹈 能够传承下来 也相当的开心 部落里的青年们开始决心了 对自己的文化工作也越来越重视 公所希望以推手的方式 让文化能够向下扎根 记得继续学校报道